我们已经知道最大值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在查找最大值的同时 记录下最大值所对应的那个锁引 首先呢 我们在循环之前 先声明一个整形变量 用来记录锁引 这个变量呢 我声明为index 那么它的初始值应该是什么呢 你看这一句 我们给最大值max负的初始值呢 是原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那么给最大值所对应的锁引呢 初始值当然应该负值为0 之后在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一边查找最大值 一边去记录它的锁引 循环的变量i呢 就是每一个元素的锁引 那么当我们发现一个元素 比最大值更大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元素的锁引记录下来 当循环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最大的元素 它的锁引是多少了 好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好 我们找到了最大值是80 锁引是2 好了 获取最大值和锁引的方法就介绍完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